驻美大使秦刚12月20日接受美国多家主流媒体采访 外界开始并不清楚有这项安排 直到12月25日 央视驻美记者韩鹏在微博上说 这次访谈由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举办 以炉边谈话形式进行 韩鹏说 谈话前双方就已经商定 全部内容可供报道 可是周一采访 到了周末 几乎没见一家美媒发出报道 他说 他们不发 我发 说自己可以用英文全文转发 24日 中共驻美大使馆刊登了秦刚大使接受多家美主流媒体联合采访的新闻稿 说秦刚谈了中美关系 解释了战狼的说法 还谈到了台湾问题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认为 媒体集体不报道 多半是认为秦刚的谈话是中共大外宣的延伸 没有新意 也反映了当前的中美关系 没有这么多家报社新闻媒体的出席 郑农骑士的采访 但是最后居然没有报道 他确实在一般的过去的历史上 过去的基本的外交礼仪上也是少见的 也说明了目前中美关系确实是相当的冷淡 相当的冷 另外一群大使这番话 也就是一些层次老调 所以他也觉得没有报道 资深媒体人 前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认为 这是媒体对中共外交官的一次抵制行动 29号 许多媒体都用没有一家美媒报道来形容这次失败的宣传活动 新唐人记者林岑欣 刘芳采访报道